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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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我们不是很建议这样的 过往我们也有时候说 上工之前或者每年都招一次肺 以前来说 我相信目的是看传染病的肺炉 但如果你认为每年招一次肺 就可以早些发现肺癌 这是一个错误的感觉 基本上我们现在最建议就是 你不想有肺癌 最好不要吃烟 但基本上 什么的检查 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都不同 有些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高些 他觉得有些事情我不需要做 但有些人觉得 胆固醇很重要的 我情愿食欲降低它 我不想有血液高 所以每个人预防的概念都很不同 即是到我们出了事 真的患了病的时候 其实是否都需要预防 去防止我们的病情去恶化 譬如好像中风来说 如果中风是轻微的 救得回复 但中过一次风 第二次中风的机会是提高了很多的 所以你要预防 第二次的中风可能更加严重 更加致命的话 那你就要做一些预防 譬如你的血压是怎样的 体重 你血里面的成分是怎样的 你是不是因为血管闭塞 而引致中风 这样 这些都是第三级预防的重点 其实我医足了程序 做了三级预防 其实可不可以做到滴水不流 零风险呢 其实这个世界就没有零风险的 就是那个风险高以低是一个数字 心理上对你有一个恐惧感 那就是说我有几个百分比 是会因为是什么因素 如果你是遗传的 是不能选择的 所以呢 有遗传那方面的问题 就真的需要医生跟你做适当的评估 但是一般信念上的东西 譬如好像中国人很喜欢的食疗 或者西方人吃维他命C 这些是生活上的习惯 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信念 他要长期去推行的 对自己觉得健康是有预防的作用 也都不妨可以去做 正如蔡医生这样讲 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可能我们预防就做不到 有说很足够都可能会患上病的 那需要不需要像安祖莲娜那样 是撤除了两边的预防 去预防 这个会不会是比较极端的预防手法呢 这个纯粹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譬如好像不要讲到要割两个预防 譬如女性这样讲 她接近收睛 她譬如有些情况有些子宫肌瘤 有医生就多数会建议你 你不如割了子宫肌 又免除后患 还有子宫颈癌就变少了机会 甚至卵茶都割了 你都快收睛 但也有些女性很抗拒 因为觉得子宫是她的生殖 女性的一种象征 割了之后她很不开心 所以这个情况 在这个案件 她去做了这么大的手术 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 其实医生也有责任 是否很详细地告诉她 究竟你的风险是何在 究竟你的风险高到多少 是百分之九十 还是百分之一百呢 如果百分之九十 你都还有十个百分之百 可能不会有的 但是如果你将它 做完这个手术 降低到百分之五的话 你都还有五个百分之百的机会 你是会有这个乳癌的 所以风险的评估 和风险的接受程度 因人而異 今集谢谢蔡医生和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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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